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 烦死了 这麻雀咋越来越多了呢 它这个种群越来越大了 麻雀这东西随群 它看见这个群大了 其他群的麻雀都跟着来 就到这里吃的 这咋办的呀 就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赶出去 他们这在这草上拉了屎 草都变成白色的 牛吃了这草牛也会拉住 那就赶紧想想办法呗 争取今天就把它处理了 你也想个办法 你先想 你先想你是优先 我先想 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呀 要不搞定 拉根电线把它们垫 你放屁 你看电线干啥拿芝麻雀被垫死过 你是想把我们垫死 这好办法 这不只是一个提议而已吗 那我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呀 我就这么一说嘛 你再缠一个呗 我倒有个好办法 我今天晚上坐到这个草垛去 我跟俊行麻雀聊天 跟他们讲讲道理 跟他们说一下 我们也不容易 去别的地方去吧 然后他们去飞走了 我看这个办法比较可行 因为我觉得你平常就像个鸟人 你就跟那些鸟一样 这个话又多 吃饭又饭 你对你这个认知太准确了 我看我们还是报官吧 民间也不能自自驱赶 我们让官方的人过来来 想办法帮我们赶一下 嗯 我也我也 我觉得行这个办法好 赶紧这会儿就打110 你说这边别说出大事了 派一队特顶来 一人一枪 把他们枪子扫了 大哥你不是吧 这些鸟意思要动用武装力量 让他们用机关枪来扫吗 是啊 应该不是报的110吧 不报120应该报啥 我看谁应该报120 先来治一下你的这个智障 哈哈哈 应该报的 应该报的啥呀 这个应该报的是1198 1198 火警吗 哈哈哈 火警来干嘛 消防部队他就要管这事的 用火枪把 用水枪把他们喷下来吗 你能不跟枪挂钩吗 哈哈哈 对了 我想到一个办法 想办法 我那天从酒麻厂那边过来 看到有老鹰在抓麻雀 我们要不去搞两只老鹰来 你可拉倒吧 麻雀都是国家保护动物 老鹰还不得保护他祖宗十八代 再说了 你连个麻雀都拉不抓不住 你怎么抓老鹰啊 那天路过军马场 我们不是看到有好多老鹰洞吗 我们拿个梯子 然后上到悬崖上 直接把他们抛出来 那行不 那我看不要让警察枪毙麻雀了 直接枪毙你得了 咦 我有办法了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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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拿着去 快没 等会儿呢 等会儿呢 你们大概吃一斤 哈 就放到这儿 你把银上到的干嘛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搞什么鬼 你什么这般玩意 吵得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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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鹰叫声啊 哈哈 别闹了你 你弄得那什么玩意 一点效果都没有 快来干活吧 在那在这儿下窖盗 哼 等着 我还有一个办法 喵喵 看到没 喵喵 看女的了啊 一二三 哇 呀 伤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